近日,北部战区海军某舰艇训练中心组织多艘新型舰艇在黄海某海域进行了持续多昼夜、高强度的海上训练 先后完成编队舰炮、对岸攻击、防空反导、持续警戒等多个科目的专攻精炼 检验提高各级指挥员的应急指挥能力 参加此次训练的唐山舰、齐齐哈尔舰、定州舰、牡丹江舰均是刚入列的新型战舰 为了检验舰艇作战性能和官兵协同配合能力 编队各舰一路航行、一路战斗 准备主炮对岸射击 接到命令后,各舰迅速调整航向航速进行主炮射击预先准备 加强警戒搜索 主炮号手依据目标信息迅速装订射击参数 唐山舰击中目标后,其他舰也对目标进行了自主攻击 作为刚驻练不久的新型舰艇 我们通过组织带作战背景的课题训练 实案化训练和应急处置训练 有效提升了舰指挥员以及方面指挥员作战指挥能力和特性处置能力 岸上威胁解除后,编队各舰向下一训练海区航渡 官兵迅速展开导弹模拟攻击 雷达显示击中空中来袭目标 据了解,在连续数个周夜的训练中 编队还进行了对海炮火攻击 单舰导弹攻击、对空防御、防核武器袭击等课目操演 此次编队训练全程以信息对抗为背景 调动众多训练资源 指控、通信、情报、机要 与各武备系统密切协同 保证舰艇在任何时候都能看得见 连续上打得准 检验了舰艇编队前期训练之效 打牢了海上试取作战能力基础 质疑 质疑